五一旅游吃遍武汉当地特色美食要花多少钱 美食太多了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老板要备三鲜豆皮 这多少钱一备 刚出锅的三鲜豆皮闻着好香啊 终于吃到正宗的三鲜豆皮了 油热热的好香 里面有很多香菇丁 比我之前在夜市买的都好吃 糯米吃起来油香有香的 刚刚吃的有点油 喝口茶减减腻 这个是鸡麦郎的新品 赶紧入手尝尝 入口就是蜜桃的清香 好清爽啊 你好 要两个烧麦 老板烧麦是不是就是烧麦 你要两个吗 两个多少钱啊 两个8.5 要一份热干面 酥的还是三合一的 还是牛肉的 要你们这色色的 三合一啊 嗯 好 那就要三合一的 要辣椒包啊 嗯 放一点点 这个热干面还挺有料的 好多肉啊 第一次吃武汉热干面 真的好有料啊 里面都是牛肉 里面有牛肉 尤其其实还有牛肚 锅满了嘛 酱吃起来就好香啊 一大早碳水直接拉满 烧麦 第一次吃里面没有添加酱油的烧麦 它里面是黑胡椒味的 黑胡椒味比较重 这个真的好好喝呀 不熟街边现做的 主要是低醣无负担 包装是国风的 就很喜欢 你好 要一个鸡罐饺 像变量一样的 对 二十千 三块 鸡罐饺 还挺大一个的 它里面是有点 韭菜和肉的馅儿的 像我们那的菜盒子 区别就是 它这里面的馅儿比较少 你好 要一个排骨 两个汤 你们两个一起的吧 嗯 一起的 多少钱一块啊 三十 我这是沙碗啊 我没想到 你这个沙碗给你盛来 先来口汤 它这个汤挺好喝的 喝起来就挺有滋味的 不过里面的藕挺多的 排骨 确实是排骨 就是个骨头 好在味道不错 就是性价比不高 现在天气热 就很适合喝这种茶催果茶 清爽解腻 阿姨要个金包饮 好 酸菜 嗯 好嘞 你好酥 要一个少面窝 三块钱 这个好奇 这个就是少面窝 这个少面窝 这个面窝味道很好 我的排排就是面窝 对上排排的 大家要一个面窝吧 好了 一起五块钱 老板要一个鲜鱼糊汤粉 多少钱一块 我什么七块 你要不要抽 抽五块要不要 要抽 不得不说老板娘手速真快 我刚走过去还没拍摄就好了 这就好了是吧 嗯 好嘞 黑鱼糊汤粉看起来黏黏糊糊的 这个是煎包鱼 这个是面窝 感觉它俩差不多 武汉的油炸食物真的好多种类啊 一早起来就是油炸开胃 它也不同的 这个是土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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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在这个汤粉里也好好吃 很浓郁的黑胡椒味 这个粉真的好好喝 黑胡椒味感觉里面还有土豆泥 有点黏糊糊的 这个叫少面窝 有点像我们那的炸地瓜饼 吃着有点甜味 这个花卷是原味的和辣味的吗 是 一样要一个 两个六块 对 做肉花卷看着就好吃 特别有层次感 老面发酵的很蓬松 太爱这种面食了 它这个辣的红糊的也不很辣 更喜欢辣味 吃起来会更香一些 两个红豆包一个糖三角 好没辣 就要两个豆包吧 两个四块钱 刚买到的 红豆脑袋狂洗 直接就是空口吃馅的干净 皮儿真的超饱 吃起来就是原食材的味道 老板要一个糯米包油条 要一个芝麻桂花糖的 一个十六块钱 就很喜欢这种糯米饭 每次看到是必买 摸起来还是烫烫的 点了他家招牌口味 你们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呀 外面裹了一层粉芝麻 里面的油条挺香的 光体行动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